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們是夏園區廣大市 我是6A班的何希晴 我是5C班的吳蓉森 我是5C班的周靜恩 我是6C班的楊樂恩 新年快到了,你們會做些甚麼? 年28當然是大數除 整天都聽到,年28,水垃圾 但為何年28要大數除? 年28大數除的時候 人們會把全屋打掃乾淨 以準備迎接新一年的來臨 年底的大數除是東亞的傳統習慣 又迎新除覺的意思 大數除也可以說是 將過去一年不好的運氣通通消除 以迎接新一年的開始 但到了正月初一,就不可以再打掃 以保留財氣,直到正月初五 我知我知,年三晚就當然跟家人吃團連飯 等等,那團連飯又是甚麼? 永森,團連飯也是稱為連夜飯 是唐人文化集中之一 是過年前的一頓晚飯 目的就是為了一家人團聚 這頓晚飯是一頓很重要的晚餐 哦,原來是這樣 那其實團連飯是吃甚麼? 嗯,我只知道團連飯一定會吃魚 家家戶戶都不少這條魚 因為魚和魚是同音 年年有魚 而且代表吉祥的意思 待會兒你講得沒錯 連夜飯還會吃湯圓 你又知不知道為甚麼呢? 其實湯圓是由糯米粉沙承的團狀 裡面可以加入不同的餡料 例如是芝麻或者是紅豆 再放入鍋裡煮,湯圓是寓意團團圓圓 除了吃湯圓和魚 很多人還會吃花生 因為它是代表幸福的梨林 還有些人會吃花生 因為花生是代表長生不老 還有很多美味的菜 全部都很好吃的 年三十晚之後就是年初一 年初一通常會吃不同的蒸糕 例如年糕 因為年糕代表步步高升的意思 我們都會吃煎堆的 因為煎堆有發財和豐收的意思 正所謂煎堆碌碌碌,金銀碌碌碌 我最喜歡就是吃蘿蔔糕和笑口組 蘿蔔糕就有步步高升的意思 而笑口組就有笑口成開的意思 除了吃這一方面之外 龍來Sunny就會做些甚麼 一提起新年,當然是去拜年了 拜年是中國民間的傳統雜族 是互相祝賀美好的一種方式 隨著時代的發展 拜年的方式也多了很多 例如是電話拜年 短送拜年 和網絡拜年等等 初一起來要先向長輩拜年 祝福長輩健康長族 萬事如意 然後長輩就要分替曼貴了 押稅錢? 是不是就是禮事錢? 是啊! 我們都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新一年大家都開開心心 萬事如意 多謝大家